老杨到处说 欢迎去订阅转发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老杨私房查了端午节的推广活动还在进行中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好 我们谈谈华尔街日报 有关东航空难噪音这个事情 如果蓄意坠毁属实 这个空难事件的震撼性 真的是前所未有 我们记得今年3月21号 这架从昆明飞往广州的波音737-800的客机 从巡航高度突然垂直下降 在广西山须坠毁 12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全部泥滥 这是中国28年来最致命的一起空难事件 华尔街日报是昨天引述了美国知情人士说 从中国东航坠毁客机取回的黑匣子的飞行数据显示 驾驶舱内有人故意使飞机坠毁 知情人士说 出事的飞机在高空巡航时突然接近垂直的下降 以极快的速度最深 这个指出黑匣匣的数据表明 有人向客机的控制系统输入指令 飞机按照驾驶舱内某人的指示 让他禁留了致命的状态 还有一名西方的官员对杜透社透露 初步调查时没有发现 坠机客机出现任何技术故障的迹象 目前调查的重点还是锁定了机组人员的行为 波音公司拒绝对报导制评 但是建议记者把问题提交给中国监管机构 对中国民航总局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也没有立即置评 但是东航 我们也知道已经在4月中旬 恢复使用737-800的机型 中国民航总局没有对737-800提出任何技术的建议 因为这些飞机97年以来一直在呼吁 而且安全记录良好 美国的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主席霍门迪 在5月10号接受路透社访问师说 这个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和波音公司 曾经到中国协助中方调查 但目前他说 调查还没有发现任何需要 采取紧急行动的安全问题 那么如果有之后面担心 这个调查委员会会发布紧急安全的建议 到目前没有 好了 首先第一点 环球时报5月18号的报道 马上跟进 目前三乐一的东航 这个MU5731的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 还在依据调查程序深入怎么样呢 深入开展残骸的识别 分类和检查 飞行数据的分析 实验验证等相关工作 那根据民航工业 国际民航工业相关规定 调查部门 邀请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以及波音公司 作为航空器设计制造国的调查方 参与的调查 这是一个到现在还在进行 据说要两年才有结果 第二呢 中国民航局没有回复 华尔街日报的有关查询 但是环球时报的报道说 中国民航局说将继续 以参与调查的各方保持密切的沟通 科学研究有序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按照国际民航工业和政府信息 公开相关要求 及时准确发布事件 调查情况的进展和相关信息 那么东航有回复了 华尔街日报的声明 目前还没有证据可以确定 设施飞机是否存在任何问题 他重申三月份的声明 说机师的健康和家庭状况良好 也没有财务状况的问题 东航说 驾驶舱可能遭入陆期的说法不可信 那么这里面来讲 他还是重复三月份的 他们新闻发布的内容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第三点 今年的三月 东航这家轰烂的 家要坠毁之后 123名乘客 9名追逐人员 罹难 而且全部罹难 黑匣子的初步数据解读 还是朝向蓄域坠机的方向 但是呢 中国当局对这个说法紧接和谐 目前有关东航 东航黑匣子成为敏感词 禁止网络上的讨论 第四 所谓的某人输入指令 让东航这架飞机朝下俯冲 这个某人可能指的是飞行机师 也可能是某个强行进入驾驶舱的人 但是呢 东航已经否则不可能有人入侵 好了 那么这架飞机是根据驾驶舱内 某个人下达的指令飞行 那么这要两年或者两年以上官方再拿出报告来 但是现在来讲 就是有关方面讲 多数的坠机事件都是人为和技术因素加在一起造成的 但序域坠机的事件很罕见 最新的假设可能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坠机是一名飞行员一个人所为 还有一种是因为搏斗或者闯入造成坠机 但路透社说目前没有任何说法得到核实 而且呢 美国国家安全运输 美国国家安全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他们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访问 所以这个有知情人士是谁也是个狐疑 第五点 在中国民航史上有资料可查的空难 或者是机械故障 或者是恶劣天气所导致 人为因素的比重很少 也就从来没有发生过 序域坠机 哪132个乘客和空服人员的生命 来作为自己序域坠机的牺牲品 这已经是赤楼楼的恐怖主义的行为 如果机师们的健康和家庭状况良好 那指他们的财务状况也不错 那么有人这个人究竟是谁 一个正常的思维状况之下 在严格安保条件之下 一般人也不可能有其他空乘人员 或者游客进入驾驶舱 所以呢 语言不详的华尔街这个独家报告 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 真实性和准确度也让你有点狐疑 当然我们也希望 所报道的真实性和准确度 能够得到华尔街日报的进一步的切认 因为只是说一半话 这样的话也不是负责任的态度 好了 那么究竟这个人 会是哪一个驾驶员 在此之前传闻很多 言之早早 当然现在基本上在网络上是看不到 那么这个消息的抛出 美国的有关参与调查 或者是国家运输安全委员和方议 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报道 那么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的消息 研究竟是哪 如果这个报道是美国的有关 会不会刻意的放风的试探 那么这个试探的目标和目的又是什么 那么中国为什么对这个问题的 采取了很多的屏蔽 禁止讨论和禁止探索的态度呢 这些东西就加在一起 使这132个泥烂的人身上打了无数个问号 当然我们也知道 在真相还没有大白之前 尤其的波音公司以及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也没有任何置评 中国民航总局也没有明确的回应 那么这些怎么办呢 包括东航又重复了三月初三月底 有关的发言人 有关的记者公布的基本的立场观点 那么这里面呢 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结论呢 如果这也就称为外界解读 因为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 是真的接近事实真相的话 如果是按照这个逻辑方向去的话 那么序域下指令 序域罪基的最主要的动机又是什么 如果没有财务状况问题 没有身体脑神经 跟后面那个脑梗什么问题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个呢也是事关重要的一个问号 好了 如果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独家报道是接近真相 那么为什么 中国大陆的有关片 还要顾左右而言 他还要继续的和谐和隐瞒呢 这些东西呢 都是这个独家报道 留给我们很多的问号 我们当然第一不希望 它就是一个恐怖主义的活动和事件 第二我们不希望 是因为个人的什么原因的动机 采取这种击毁人亡的这种蓄意 最急的事件 第三 我们也知道发生空难的一个区域 曾经也多次出现过很多迷失方向 有没有其他自然现象的东西 也有很多这样的说法 当然我们更倾向于 华尔街日报这个独家报道 还有值得推敲之处 如果它就是真相 那这是前所未有的真相 也是前所未有的震撼的真相 可以再继续的解读 会很多和很多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别急的事件 我会任何不同的事件 听到的